欢迎回到全国猫咪杯Scratch竞赛及创意市集的直播现场 那么今年的这个Scratch的竞赛呢 其实有分为国小动画组 国小游戏组 国中动画组 国中游戏组 还有国小硬体组 跟国中硬体组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猫咪杯的比赛当中 命题啦 然后还有评审的重点又是些什么呢 现场为大家邀请到本次赛事评审组的老师 道香国小的邱文胜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们今年的这个竞赛的 特别在命题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我们每年的命题 都是特别请专家学者来出题 那今年命题的特色是什么呢 今年的命题跟以往非常的不同 我先讲以往的命题 那以往的命题是采大范围的命题 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议题 环境教育 那小朋友就可以在这个环境教育底下去 做创意的发挥 不过这样的一个命题方式 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有可能小朋友 他在学校的训练 他只练一题 只练一招 比如说只练一个某一个游戏 或只设定一个固定的动画模式 然后呢 他到现场之后看到这个任何的议题 他就把这一招套进去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小朋友变成是一个技术型的训练 那他就是真的只练那一招 然后来到比赛场地之后 他就想办法使劲努力的去套 硬拗 这是往年命题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为了改善这个今年的这个命题的部分 我们特别采取比较封闭形态的命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范围底下 我们会指定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或者指定做法 或者指定一个你要解决的某一个问题 甚至是会给你一个情境 所以你的不管是动画还是游戏的内容 或是甚至是音题组都要依照这个范围底下的某一个情境 去设计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设计 所以这样跟以前就可以做很大的区别 那变成说小朋友在学校 他以前只练一招就想来打天下 这招大概就是行不通了 所以他就真的是要在学校做很多的练习 然后除了技术要精进 这是最基本的之外 连解题的方法运算思维的运用 设计思考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想法 这个都是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学习 然后他才能够把真正的问题给找出来 然后为这个问题想出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 然后在实做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给做出来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以前也许我们给的题目就是中式料理 然后他在学校就只练糖醋 所以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他一律都糖醋 然后可是今年我们就给他的是 譬如说老人家的中式版斗 那他就需要去思考说 我什么样的菜色是适合老人家 然后他又符合中式 是 是这样的意思吗 完全形容得太好了 我真是会举例 对 绝对就是这个样子 哇 这个东西就更加的具体 而且可以考验出来的东西就更多了 对 因为在我们现在 Squitch这个儿童程式语言 我们如果回到它的核心 把Squitch这个工具当作一个 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跟表达的一个工具的话 那它就真的只是一个工具 所以重点是你要如何用这些工具来 如何解决你的问题 如何做一些表达 这个才是儿童程式的一个精髓所在 也就是我们新的课纲里面 在资讯科技里面的运算思维 跟在生活科技里面的设计思考 这里面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的精神 所强调的地方 那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它的题目变得它更活用了嘛 所以我相信每个孩子所展现出来的成果 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在评审上面 在评审方面我们又会着重看在哪一些点呢 是 我们这一次特别把邀请的评审 跟这个评分的部分的标准 我们都特别的做了设计 那首先是评审的阵容 我们既然是凭儿童程式 那这个评审呢 我们邀请来的评审 一定是在儿童程式的教学上面 有非常多的经验 然后因为是国中小的竞赛 所以评审绝对是懂国中小的 有在现场有经验的 那另外在硬体组的部分呢 评审也都是有十分丰富的硬体的 不管是Arduino或是其他的开发版的 相关的设计的经验 所以这是评审人选的挑选 那另外在评分的标准呢 我们也非常的严格 尤其是在像软体组 我们就是三分之一在考你运算思维 然后三分之一呢 就是考你的基本的技术的部分 然后另外三分之一 就是考你的多元创意 那最后还是有保留了 这个十分是 就前面三项 所不能及的部分 那如果你觉得真的是 这个小朋友解题真的是解得太棒了 或是完全从来没有看过 可以这样处理这个问题 又可以处理得这么完美 那这样子就可以在加分的项目 特别的给予分数 然后另外在硬体组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 小朋友从这个虚拟的抽象的学习之中 然后希望他能够从具体的操作 去做转化 这样一方面呢 在学习的记忆效果也会比较良好 因为它从基本的记忆的层次 转换成身体操作的人生经验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参考的评分的设计上面 三分之一是硬体的基本技术 那三分之一呢 是它的设计思考跟运算思维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这三分之一是它需要 把它跟同学从拿到问题 到它最后怎么去想解决出的这个方案 这中间的历程 它要留下记录 然后在评审来的时候 必须跟评审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另外三分之一就是它的 这个设计的这个作品 它的UI就是我们俗称的人机界面 那所以不管它是用离线的方式 它把程式都直接烧录在板子里面 让它独立运作 那或是它用Squatch直接连着电脑 做线上的模拟 那都是可以有达到这样的功能 就看你多媒体的运用 所以小朋友要想办法就是把你 我们给你的设备最大化 而且刚刚还讲到说要说明 所以不但是要有创意要有技术 你看口语表达上面都必须要加强了 因为Squatch的基本概念就是想象创造跟分享 对 是 所以还要分享 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做这个科技走科技路线的孩子 可能比较沉默寡言 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 但没有我们以后要培养出来的孩子是 能够勇于表达自己 而且是有条理的叙述的孩子 那我刚刚听到文盛讲到说 我们今年其实还有新增硬体组 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了解到说 我们是希望让孩子从脑子的想法 然后把它变成一种生活实践的能力 那在今年硬体组上面 我们也看到现场我们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设备 而且是好几箱的那一种 所以孩子他是要完全的运用吗 还是他从当中选自己要的呢 还是怎么样 这个硬体组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其实概念是因为小朋友在拿到他的问题之后 或者拿到他的情境之后 他先用设计思考或者运算思维去想 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根据他的设计方案去挑选 合适的软体跟硬体 那软体的部分呢 几乎我们在教学现场可以使用的软体 我们通通把它装在电脑里面 所以他要用Squitch或者Broccoli 或者甚至是纯文字的语言去控制 给他的开发板 都是没有问题的 每一种都有两套以上 每一种都有两套以上 所以他就可以根据软体的一些特性 然后跟他的一个作品的特性 他可以做一个比较 然后挑选自己所想要用的软体 那硬体的部分呢 我们是这一次是采取最开放的 就是Arduino的套件 那它不但是最开放的 而且是价格最低的 那因为在科技教育的路上 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都能够非常简单的拥有设备 因为科技教育这件事是国民教育 那国民教育的话 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能够拥有 所以这样比较起来 大概Arduino就会是最佳的选择 而且Arduino如果会 未来进展到其他的开发版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那我们题目都一样 最后大家做出来会不会都一样 当然不可能啊 我如果跟你讲说 我们今天要从花莲到台中 你可以选择的方法有千百种 所以我们很期待看到今年硬体组 所展现出来的成果 我看到孩子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非常有趣的成果 那今天非常谢谢文胜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同时呢 在比赛的场内呢 是在进行比赛场外呢 有五十一摊的创意市集 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我们刚刚说到可以玩无人机 那当然呢 大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机器人 同样也可以在创意市集当中去体验 那另外你还可以手做 比如说像是自己做一个专属的马克杯 这些呢做完的成品 你都可以带回家去 所以鼓励我们所有的这些网友们呢 可以赶快到现场 花莲的民众可以到现场来 我们在中正体育馆 就是花岗山这边呢 完全免费开放让大家体验 再次谢谢文胜谢谢 欢迎大家来花莲爱你